君不离的语气淡淡的,和以往的冷漠不一样,顾熙眸中略过一抹诧异,一样是淡淡问道:「小主子想起什么人了?」 白礼小声,君不离说道:「那一回从南兆回来,就一直忙于朝政、军政,哪里还有闲情意志去找那个丫头?久而久之,她倒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。 她忘了,可是那个丫头好歹也得找来才是,一年半了,君一点消息也没有,难不成她闭关闭那么久吗?」 南兆内乱至今还没有平息,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,对于南兆君不离当然有野心,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 使生是那个丫头吧?听影子提过,说是在闭关修行,也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了。 顾熙打道:「她并没有见过白礼小声,完全不熟悉,只听影子和红衣说过,那丫头是小主子最好的,也是唯一的玩伴。」 顾熙以为小主子会说些什么,让她去打听,还是让她去找人,可谁知,小主子竟什么都没有说,只是淡淡嗡了一声,并又躺回去闭上双眸。 也不知道是不是长大了,对儿时的玩伴就没有以前那么熟悉,那么亲切了。 在顾熙看来,小主子似乎和白礼小声并没有影子他们说的关系那么好,至少在提及好友的时候看不到她的怀念、欣喜,似乎只是一个认识的人突然想起了。 夜深人静,君北辰是否还跪在外头,无人在过问。 顾熙和影子守在寝室门口,顾熙已坐在栏杆上,而影子则站在阴暗之中。 顾熙问了起来,影视委,最近可有白礼小声的消息。 人远在南兆,没有主子的命令,影子怎么会去调查? 怎么突然问这个?之前小主子不是说她在闭关吗? 影子反问道,不是说那丫头是声势家主吗? 这个节骨眼上,即便出关了,也未必会来打州吧。 顾熙试探着问,心想,若是顾友来陪陪小主子,或许小主子能多笑笑吧。 笑笑年纪就这么沉默冷清,长大了就更难接近了。 她要是知道她师父不见了,爹都可以不要,直接奔过来,估计还没有出关呢。 影子啊,去道,对于白礼小声,她还是了解的。 顾熙有些纳闷,虽说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,可是师父和亲爹终究是不能比的呀。 那丫头,绝对脸湿,谁都取代不了白礼伟生在她心里的地位,她铁定还在闭关,要不,不用去找,要早来了。 影子很肯定。 南兆虽乱,兽族的势力却一直占上风。 兽族两大质宝之一白玉霄又在小主子手上,也就是说,如今在南兆,凤尾声为第一武器,是我凤尾声的百里小声,必定出不了大事。 十多岁的察觉,有点儿。 顾熙喃喃自语。 什么? 影子没有听清。 顾熙却笑了想,没什么。 今夜,我守着,你去睡吧。 或许,是对白玉小声太过放心了,或许,真是已经长大到忘记童年玩伴的时候了。 接下来的几年里,都不曾再听过君不离提起白玉小声这个名字。 然而,白玉小声到底下落何处,就连生家主都不清楚。 此时,在南兆玉穹山下,药族和兽族正激烈混战中。 药族使徒,兽族出寿。 原本势力占上风的兽族,这一回似乎没有占到什么便宜。 从山腰上连连溃败,退到了山脚下。 而整座玉穹山却被药族占领了,两方争夺的自然是玉穹山的玉水穹江天湖。 此时,两队停战陷入对峙中。 肖家主气势汹汹冲上大营。 一见生老便怒生。 白玉小声呢? 是啊,白玉小声呢。 只要他吹出凤伟生,召唤出玉水穹江天湖的毒兽来,药族必定会落荒而逃的,哪里还顾得上抵抗? 这一场仗,本来可以打得干脆漂亮的。 他的闭关,生老语气很硬,白玉小声和凤伟生一起失踪的事情,至今没有公开过。 闭关?什么时候还闭关? 一旦玉水穹江天湖被占,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了。 肖家主怒声道,生老紧紧握着双拳,却无话可答。 这个时候,一旁的生子莫站了出来。 肖家主莫急,对方区区药族残兵,不用我们九妹出场,在下自有对付。 是吗? 肖家主挑眉看了生子莫一眼,眼底分明掠过一抹勾结的暧昧。 与此同时,生老醋眉朝肖子莫看来,心下诧异着,这孩子从来不会如此貌似的呀。 难不成他真的有办法? 十日之内,一定让药族撤退。 生子莫自信地说道。 如果办不到呢? 肖家主反问。 生子莫看了看生老,似欲言又止。 生老一直都十分信任生子莫,见他如此有把握,便点了头。 一得到生老的答应,生子莫立马许下承诺。 如果十日内,没有击退药族大军,受阻主帅一位让给萧氏。 这话一出,生老顿时大正,而肖家主则立马点头。 很好,以言为定。 说吧,笑着看了看郑住的生老,便转身大步离开。 墨儿,你…… 半上,生老才缓过神来。 父亲放心,孩儿自有办法。 生子莫非常认真地说道,生老还是眉头紧锁,只是他也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身份摆设罢了。 这一年半以来,军中大小事务早就是墨儿在处理了。 为父相信你,有什么需要,尽管开口。 生老也一脸认真。 生子莫点点头,这才告退。 然而一到门口,便见一旁萧家主正笑呵呵等着他。 这十天里,我把那个毒死士压在我这儿,否则我可不相信。 萧家主开门见山,他可是和生子莫合作多年了,生子莫是什么人他最清楚。 他也不知道生子莫如何在毒窟里找到那个毒死士的,更不清楚生子莫如何让毒死士听他命令。 总之,他很清楚,毒死士在手里的,要灭掉药族只是时间问题。 要撑罢难找,也只是时间问题。 生子莫有了这样的筹码,他当然要谨慎。 把他摇在你那儿,晚上爬起来咬你一口,你不怕。 生子莫悠悠问道。 萧家主顿时一身毛骨悚然,见状,生子莫冷笑,低声道。 放心,我说了,难找天下是我们的,我没打算毒享。 说吧,正要走。 萧家主拦住,低声道。 你到底把百里小生怎么了? 那丫头,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。 然而,生子莫并没有回答,只是仰仰手便离开了。 十日之后,生子莫并没有击退药族。 在众人的震惊中,兽族主帅一位让给了萧家主。 直到这个时候,生老才意识到生子莫的不对劲。 可惜,已经晚了。 生氏早在生子莫的掌控中,有了萧氏的正式插足,南兆内乱,竟乱了近十年。 当然,这也都是后话。 离伤幻境之外的十多日,离伤之内却一天还不到。 子卿原本以为没有工具的话,也能勉强造出一艘船来。 无奈,最后造出来的却是一艘最最原始的小船,独木船。 方法很简单,将粗大的树干皮成仰半,中间挖空,底部削平坦。 即便子卿很想再改造一下,可惜,实在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。 最后呈现在大家眼前的,便是一条比原始的独木船还要简单的独木船。 你确定这玩意儿能下水? 白礼伟生摩索着下河,呼吁问道。 一旁,君北岳和轩原离歌都忍君不禁。 子卿撇了撇嘴。 放在漩涡里,跟一般下水也不一样吧? 横竖能装人就成了。 子卿说得确实没错。 他们不可能坐着船出海四处去寻找孤岛的。 自然是要坐上这条船,进入死亡漩涡。 有传说在前,如今扶桑神木倒下,又在海面上引起这么大一个漩涡。 如果他们还不能确定这里头的联系,那么只能说明他们全都瞎了。 能坐下就成,走吧。 君北岳笑道,一把将有些烦躁的子卿拥入怀中。 子卿深吸了一口气。 确实是刚刚的工程量有点大,又心急,又累。 君北岳拥着子卿往海边去,扛船的任务自然是交给白礼伟生和轩缘黎歌。 虽然这艘船很大,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还不算难。 两人一个台前面,一个台后面,追上君北岳和子卿。 欣云默默跟在他们身后,故意走慢几步,对白礼伟生说。 要不要我帮忙? 不用。 白礼伟生还是很绅士,笑了笑。 刚刚,欣云似乎想解释,白礼伟生的笑容顿僵。 刚刚的事情,尴尬过去就过去了,有解释的必要吗? 这不是自找尴尬是什么呢? 欣云正要走,白礼伟生立马加快脚步,逼得前面的轩缘黎歌也不得不加快脚步。 于是很快,两个人便滑稽地扛起那大船跑了起来。 欣云站在园里看着,又好气又好笑,低声说。 白礼伟生,你放心,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 很快,大家便到了海边。 奇怪的是,即便从上面往下看,巨大的漩涡也一直在吸引周遭的海水,一直在往外扩张。 但是,时间那么久过去了,周遭的海域似乎也没有多大变化。 看着中心高速旋转的漩涡,原本一路玩笑的众人都严肃了起来。 我们把船抛到空中去,大家争取时间飞上去,如何? 轩缘黎歌问道,在漩涡里,根本没有办法让船停靠下来,只有这个办法。 否则,船一丢下去,人还没有坐进去,船就可能被卷到海里去了。 君北月和子晴都点了点头,表示没问题。 白礼伟生怂了怂肩,一脸轻松。 然而,心云却窃窃开了口。 我,速度太快了,我,我可能办不到。 这话一出,子晴君北月和轩缘黎歌全都看向了白礼伟生。 白礼伟生也同时朝大家看来。 大家还没有说什么呢,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局面就出现了。 无疑,大家都觉得让白礼伟生带一带心云是可以有的。 见状,心云竟有些羞涩。 他低着头说, 白礼公子,刚刚我太激动了,所以冒犯了你,还请你原谅。 这话一出,子晴显些忍不住笑出声,白礼伟生则是一脸水色。 冒犯了他,他该承认自己刚刚被一个女人强牵了手,冒犯了吗? 道歉之后,心云顿了顿,继续说道。 白礼公子,麻烦你了,我不是很重的。 麻烦他了,他应该答应吗? 重不重和他有什么关系? 他说要带他,抱他了吗? 白礼伟生眯着眼睛看了一眼,故意袖手旁观的子晴,很快又转过头来,一脸招牌似的灿烂皮笑。 他也不说话,走到船边去,冲心云招了招手。 心云小脸微红,走了过来。 走到船边,白礼伟生才说道。 走进去吧。 嗯? 心云不解。 谁知,白礼伟生猛地将他拉入船里,狠狠按下。 心云几乎是一屁股跌坐上去的。 然而,他都还未缓过神来呢,白礼伟生狭长的双眸略过一抹阴狠,竟是狠狠一脚将整艘船踹飞出悬崖。 啊! 心云立马尖叫出声。 不是装的,而是真真被白礼伟生给吓到了。 这家伙一身书生打扮,温雅之余还有那么些阳光俊朗,没想到就是这么暴力,阴狠。 心云的心跳得露了半拍,这才发现自己真的看走眼了。 这个男人和他心尖上的人根本是两个性子呀。 船一被踹到空中,便开始直线往漩涡里下降。 子晴他们却没有马上追上去。 三人看着白礼伟生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 这家伙果然不是可以随便坑的。 他从来不是君子,这似乎是他们一行人里第一次这么一起大笑出声。 白礼伟生一副调扬,他们使了个挑衅的眼色,这才飞身乐器。 子晴他们连忙跟上,就在船只落水的刹那,四个人已全落在船上,坐了下来。 一坐稳,轩辕黎哥便冲君北月伸出手。 他不卑不亢微笑着,君北月挑了挑眉,大方伸手同他牵住,另一手紧紧揽住子晴。 白礼伟生可没有轩辕黎哥这么君子,这么礼貌,一把抓住子晴的胳膊。 一副故作可怜,似乎在说,别丢下我。 船入漩涡,很快就剧烈摇晃起来,甚至好几次险些翻船了。 幸好他们彼此紧紧握住彼此的手,在混乱,以他们的力量,至少不会在漩涡里失散。 而新云又一次被孤立了,独自一人远远在船头。 即便他有心过来,也无力半岛,他只能紧紧抓住船鞋,做了个结界保护自己,让自己不摔出去。 很快,船只随着一圈圈漩涡越来越快地高速旋转,不一会儿便接近了漩涡中心。 刹那间,只见白萌一闪,巨大的船竟一下子消失在漩涡中心,不见了。 而随着船只的消失,死亡漩涡竟开始缓缓地放慢了旋转速度,越来越慢,越来越慢,最后竟化成了一圈圈波纹,一圈圈蕴开,渐渐地风平浪静。 流线到西边的海面上风平浪静,骇人的巨大漩涡早已消失不见了,然而,平静的海面之下,却是另外一番光景。 诚如子晴他们所猜测的一样,扶桑木船并飞在海上行驶的,只要能坐得下人便好。 此时此刻,他们就在巨大的水窝中,随着一圈圈漩涡缓缓缓往海底深处前进。 比起之前海面上那个漩涡,这个海底漩涡更像是他们在弥天深海里见识过的那个深海漩涡,只是速度远远没有那么慢。 子晴他们坐在船里,都不用牵手,不用搀扶,一样可以坐得很稳。 而且,两边的海水分明离得很近很近,却一点没有沾湿他们,仿佛是独木船在海水里开出了一条专用通道一样,不用归西,呼吸说话都如同在陆地上一样。 虽然平稳下来了,五人却还是保持着刚刚的样子,子晴他们四个人坐在船尾,心云独身一人坐在船头。 即便不是有意的,却还是分明地生疏,孤立了。 心云眼底闪出着复杂,他当然知道这帮人不是真正信任他的,但是他并不在意那么多。 如今他们砍下扶桑神木了,也进入了死亡漩涡,不可能再走回头路。 即便现在撕破脸,他也不怕他们。 当然,此时此刻,他并不想撕破脸,还是想陪他们玩玩的,尤其是那个书生。